大家看到的则是偷人的 怎么反而被偷呢 这个案例发生在台中市 原名廖姓嫌犯伙同 另外一名女性友人 偷来了铁皮跟钢板 准备要去嚣张 不过这对鸳鸯嫌犯 想都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也变成了小偷 下手的目标 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他们的机车居然也被偷走了 结果三名嫌犯 全部都进了同一个派出所 双方碰了面 非常尴尬 周五十二点多 这名廖姓嫌犯 在这刚偷来的钢板 大啦啦的一路骑车再回家 工地也有 工人在那边施工 他就看到 路边有这块钢板 他就用摩托车 跟他载回家去 回到家后 迫不及待 活动另一名女嫌犯 改用脚踏车 载着钢板去销丧 一男一女 前面扶着 后面扛着 重达七十公斤的钢板 摇摇晃晃 立刻引来了远景的注意 懒得在后面扶着 女的在前面 用脚踏车这样子顶着 然后要载到 自演回座场去 但是这一对鸳鸦嫌犯 想都没有想到 自己也成了 小偷下手的目标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他们的机车 也被另一个小偷给偷了 最后尴尬的是 这三个小偷 一前一后 差了十分钟 相继被逮进了派出所 偷钢板的 和偷机车的三人 还同桌吃便当 悔不当初 两个见面之后就觉得很尴尬 然后呢 然后就低头不移 有有交谈 然后就低头不移 然后两个嫌犯还到后面去聊天 然后讲说两个都很衰 要像个人去喝酒来整个运 偷人的反被偷 三名嫌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落网 这还是远景第一次碰到 只能说这个世界还真小 中情李孟章 徐一林台中采访报道 好 好